從明天如果求婚這些 你會先這麼突然 生日驚喜要好好期待一下 上至年代的旗下 依然詹子炫出席公益代言記者會 正好活動隔天使君寧的生日 與導演男友認愛後 越愛越大方的他 不免被問到生日計畫 我是跟家人一起 因為其實越長大就發現 跟家人的時間相處很少 所以如果這種特別的孕婦 之後還是會跟媽媽一起 當然明天因為有家人 那那個好朋友會在審比嗎 我不知道 你之前沒有這麼說 明天如果求婚這些 你會先這麼突然 今天生日 生日啊 對啊 不會吧 他們也有預約你某一段時間 你打給他嗎 現在應該還會用生日再求婚嗎 這個不是比較年代九月的 沒有 明天就有人生日公布結婚了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沒有講 如果他求婚你會答應 現階段沒有想要 就是我覺得沒有想那麼多 可能是幾次 那紫學生前陣營有被拆到跟浩哥嗎 那會不會拆一拆斷了你的頭 不會啊 因為我跟他就是 真的就是之前拍戲認識的朋友 所以其實大家也看得出來 那個報道真的就是沒什麼 就真的是朋友 剛剛建議說紫學生桃花超強 是身邊很多追求者嗎 就是你知道我們藝人有一個特色 就是要桃花強 你才會有觀眾緣 然後來找你的戲就會多 現在找他戲那麼多 他桃花不強 我真的不知道誰桃花強 那他是你喜歡的類型嗎 我喜歡的類型 沒想過 就外型的 就是個性上 外型我是沒想過 但個性我覺得很像中的 建議他多招 小朋友都去談戀愛 這是以前蔡導動我說的話 他說要把戲演好 就是要有很多經歷 然後這些經歷好的 壞的都會是好的 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 但紫學現在一個戲劇 一集接著一部 那作為老闆心情怎麼樣 很好 他在是取代我是一集 沒有 台灣演戲 有大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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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好心幫到嗎